小小年纪打败了城主 年轻有为啊 是啊是啊 来了 又求来了 我救下大家 并不是为了索要什么好处 各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谢礼就免了吧 大人 不要跟我们客气啊 没错没错 请收下吧 我会给各位相应补偿 如果你们有什么困难 尽管和我说 大人 还有个不情之情 能不能让我们的女儿跟随您 没错 这几个丫头看着年纪小 并非不安事事 找过日常起居 肯定没问题 陈锋 这是好大的牌面啊 都开始找小丫头了 不不不不 我还没有答应他们呢 小女厨艺精湛 肯定能照顾好您的位 就让我跟您一起走吧 小女能够上午 可为您且闷 小女有独家 放松术法 能缓解疲惫 这些本事可不够啊 那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肯定去学 其一 要有刚刃坚强的品性 其二 要才貌双新 其三 要有管理大家族的能耐 你是朝妻啊还是纳妾 这些条件也太苛刻了 条件苛刻 那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我明白了 接下来需要为您做什么呢 肩膀酸了 帮我揉揉肩膀 怎么样 小女的伺候您还满意吗 满 满意 这次神言古城之行真是身后颇丰 不光得到了佛龙谷孩的线索 还能和道书重逢 道书 能告诉我关于我母亲的事吗 小姐和你一样 天赋一禀 很早就在家族内有了一席之位 手下众多弟子 直到后来 我的气饮 似乎被轩原甲种下了禁制 模糊不清 也怪我老了不中用了 否则用高级精神力 可冲破禁制 高级精神力 我记得尘风坐房源中那儿吸收不少 或许有用 我来试试 破除这些禁制 与母亲相关的记忆 就是这些了 精神力不够吗 我卷州中府或许可行 小姐 这玄原甲 根本不想让您当继承人 不派人来给您治疗 还狠心下毒 小姐 我们逃出去吧 不 我不能走 我必须留在这儿 找到改善体制的秘法 否则我的孩子 会遭受到远胜于我的苦难 母亲当初 竟然是为了我才甘愿忍受磨难 我记起来了 小姐后来在层层阻力之下 还是修得了轩原甲秘法 但她独特的体制 也被族中至尊盯上 再往后的部分 若是得到完整的佛龙神功 炼制极致 或许就能解除所有禁止 我们一定会顺利的 尽早一步也好 母亲 终有一天 我会找到您的 提前埋伏在门口 看样子不是普通的小贼 能够击败迦南 确实有几分本事 你是玄陵圣殿的人 没错 陈锋 你杀了玄陵圣殿未来的继承人 毁了家业上刀 还妄图抢夺大天龙寺遗址内的神功 今天必须将你扼杀在这里 可笑 你玄陵圣殿数次对我下毒手 被我识破 如今落的这般下场 完全是咎由自取 还不可以杀 是 是 什么虾鸣蟹教 也敢与我咒 七星宝塔阵 就算收集真员 要阻止他们进入遗址 七星宝塔阵 七星宝塔阵 是会玄陵圣殿阵妖秘法 用南阵陈锋就能妖魔 简直再合适不过 你未免高兴得太早了 陈锋可不会被这点手段击败 这种强动 连我一根手指都站不住 火光阵势 玄陵圣殿 就这点实劣 我一根手指就这么大 是